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欣 今集又有順利益大家 在坦州總價不到195萬 你就可以買一間碟碎 是不是這麼順利呢 今天阿欣帶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國際花城這個項目 一直以來大家都很喜歡這個盤 因為環境大 地方漂亮 然後大家都覺得只有平層賣 其實不是的 原來我們收收買一些美貨 開發上的碟碎 目前你們看到的外觀是它的碟碎 現在有這些碟碎在賣 195萬總價 如果你要買下碟帶大花園 都是250萬 跟我鏡頭進去看看 這個碟碎 這個花園是否市價別 沒錯 如果你買下碟 你就將會擁有這個大大的花園 超大花園 又可以放狗 又可以打羽毛球 只有泳泉 你這裏直接放入貨 都可以在自己花園放 很誇張 地方夠大 這個別墅不是很多 只有幾棟 你看到嗎 只有幾棟 它在五期裏面 這一期就是最新收樓的五期 裡面只有三座大大的別墅 它是這樣的一個結構 大家往這裏看看 它分上、中、下三碟 下碟 左右各一戶就是下碟 它帶花園 總價大概250萬 然後中間那裏就是中碟部位 中碟部位沒有花園 沒有天台 但是它就有很大的爐台包圍著 它的爐台比較多 而且中碟的面積 要比下碟的面積要大 中碟的空間更加大 中碟的話 它大概是195萬 即未到200萬左右的一個價錢 然後就是上碟 上碟部分 它就全部都是大爐台 超多的一個空間 我們現時的話 有兩套單位是做得家的 就是我們的中碟和下碟 現在阿欣先帶大家感水下碟 這樣帶大花園的下碟 進來看看這個結構 我們現在就在我們的別墅裏面 這個就是下碟 我們的門口在這個位置 到時要換一換就換 是的 買別墅全部都是無Pay 你到時買了就肯定要大改 這裡出去就是門口 門口也有一個花園的部分 有一個小部分的花園 到時在這裡自己開門進來 我們看看 它挑高是非常之高的 這個中空廳的話 最少都有6米、7米的一個高度 你感受一下 整個距離是否很高 你上面掛了一盞水晶吊燈 哇 超氣派 二樓一直掉到一樓 然後我們這個空間 其實你可以多改動 因為上面這裡的話 它只有一間套房 實際上你是鋪甲板鋪出來 你就可以多做兩間房 這個的話 你們的設計師 他會和你們設計的了 我們來看看 這邊的位置就是廚房部分 這個空間就是廚房部分 開房式廚房 對 其實我們這個 這個護形的結構很簡單 看一眼都明白了 Jimmy帶大家掛掛掛 那裡就是我們的天井位置 它最大的一個缺陷就是 它沒有Basement 哦 是的 但是它有大花園 不過在坦州這樣的地界 250萬左右 你就有自己的 這個兩層的小園 都算是不錯的 這個空間 這個面積的話 它是118.47平方的 建築面積 但是實際上 你可以用到的面積的話 接近有200方 200方 是的 因為你砌出來 很多東西都可以改動 包括你還有花園的面積 你二樓上面的話 鋪板鋪出來 都可以鋪兩三間房 這裏肉眼可見 這裏也可以鋪一間大的住人房 是的 鋪一間房間出來 然後這邊也可以鋪一間 如果你不建築中空廳的話 我這個位置是可以鋪多一間的 然後這邊這個位置也可以鋪一間 那你二樓就可以做到整四房了 如果說這裏不鋪房 這裏就變成一個休閒區 是的 你就是家庭的活動區 那別墅的話 實用性是非常之強的 上面暫時就一間房 就需要鋪夾板了 沒錯 那現在你們看到的話 就是我們到時買了的話 它膠樓的樣子 它就是毛皮這樣交付給大家 這個就是實物來的 那我們現在看完這個下碟 再帶大家看一下中碟部分 這一間就是七棟的二零一 目前正在做特價 總計成交價只需要一百九十五 單價才去到一萬一左右 均價是非常之抵 這個價錢的話 其實真的和買現在國際花城的平層單位 即是最新近期的平層的價錢 真的差不多 比平層還便宜 你現在看到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中碟 它陽光是非常之充足的 照到屋內採光很光猛 感受到它的空間味 這個中碟的話 它的實際面積力就會比下碟要更大 這裏去到163坡 163坡 是的 這個中碟去到163坡 等一下 這裏是我們入戶門 電梯 它是有電梯的 如果中碟的話 這裏是電梯位 然後那裏是消防梯 上來 這裏相當於自己的私人入戶 這些位置你又可以利用起來 下櫃各方面又可以放在外面 空間又多一點 進來的話 我們這裏可以做圓關位 然後進來 這邊就是我們的帆廳部分 這裏就是廚房 這個廚房的空間更加大 它對比下碟來說 是的 大很多 而且彩光也很好 進來是很通透很光亮的 現在大家在全程無燈光的情況下拍攝 並且它還要是清水樓無稀 沒有任何的裝修 連白牆都沒有圖的情況下 感受到它的光亮度 好像為什麼我按過中碟的樓層 層高會高一點 整個空間比較舒服 你上去看看 面積上因為它大了 我們剛剛看的下碟的話 它面積只有118平方在防灘震上面 但這個有163平方 多了差不多50方的一個空間 四十幾個方的空間 這邊就有一個 因為它預留了飄窗桌 上面這個空間是有窗的 所以在這裡鋪鋪鋪出來的情況下 其實是可以設置一間房間在這裡的 上面一樣 一個套房 這個廳都會顯得大一點 裡面的房間面積也大一點 房間可以嗎 可以 特別是這個彩光很棒 對 這裡的話 這間總價是195萬 你就可以擁有它 性價比是相當高的 我們這個已經是現樓現證 已經收樓了 小區的話 也是已經交樓使用了 現在跟我鏡頭感受小區的環境 現在這裡就是我們五期的小區 它適合交樓 都沒有多久 你看看 全部到處都貼著 歡迎業主會家 都掛了紅燈籠 雖然剛交樓沒有多久 不過它的入住率都很高 你看看 封了窗 浪了衣服 都住了人 小區的環境的話 綠化都可以的 然後有很多小朋友的玩樂設施 你們看到的這些就是它平層的住宅 我們的別墅就在這個小區裡面 但是跟它分開了 它有門是隔開的 這邊就是我們別墅的外觀 我們這個五期一區的話 佔地有95,400方 建築面積到265萬方 這個是70年產權的純住宅 我們的別墅 它一共只有三棟 有15戶的別墅 所以就比較珍貴少少 稀缺少少 它的面積大概是118方至170方 這個碟墅 是無披交付的 我們現市目前賣的這個下跌部分 是118方 它就帶有了我們的下層式的花園 花園的面積相對都比較大的 中碟部分的話 它就帶有了這個環繞式的270度角的陽台 我們中碟部分的實用率就更加高 它的面積去到163方左右 然後就是870方的這個上碟部分 就帶了大平台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賣的這個國際花城的別墅了 我們今期節目就介紹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介紹一些順盤給大家 下期見 拜拜